中華民國共軍轉播 中共戰機多次擾亂台灣 空軍不止一次升空警告 要共軍軍機離開 週日上午共機更誇張 殲-11戰機直逼台海中線 甚至還有兩架殲-11跨越到中線引東 國防IDF在空機 早在空中等候前往攔截 左轉向兩拐洞一塊離開 一級離開 空軍不敢大意 因為這四架由湖州異序機場起飛的殲-11 動機不單純 十點多以後出海 隨即沿著M503往南飛 逼近澎湖南端的台灣郊 其中兩架直接飛越中線 這時空軍四架IDF在空機 立刻前往攔截 後頭還有四架F-16備援 空中氣氛高度緊張 國共軍軍機更擔心的是澎湖天空飛彈 早已進入五分鐘戰備 台灣的愛國者與天空飛彈 南北各一個連 戰備提升緊盯台海動態 十五分鐘後 共軍軍機飛回中線以西 總統蔡英文也強調守護國土的決心 我在此不僅要提出嚴重的抗議 附近演訓逼著日本戰機起飛 西太平洋海運接連緊張升溫 美日台連線全程戒備 不給中國有任何可撐之機 新的新的信用銀行 陳一豪台北重道